欢迎回来热血热宗 计划人里头的奇人怪物 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 而李汝珍也用了一些荒谬怪诞的描述方法 来表达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让人佩服他真的是充满了想象力 不过他也不是凭空捏造的 而是有所本 李汝珍描述的原形来自山海经 举个例子来说 像是里头的川凶国 源自于山海经的冠凶国 他们因为行为有所偏差 渐渐的心偏离了本位 胸无主宰 更恐怖的是川凶国的民众 会移植狼还有狗的心肺 填补他们的洞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 李汝珍就是借这样的描述 来讽刺心术不振之人 我们继续带你来看看 真的是一样迷养百样人 还有哪些怪人怪事 同样也反映出人性的善恶呢 我要打 老板 原来是一只长得像人的肚子兽 你们别害打 他把人修复他 走 震尔玉龙的巨响传来 一只獠牙经常半人半瘦的独角兽 突然血盆大口准备吸光国王的精气 生死一瞬间的危急时刻 一名男子从山林间冲了出来 发射暗器 独角兽立刻化成一道青烟 消失武宗 那怪物外形中 但他全体却是一头极其凶猛夭兽 每次出末 就会带来半岁经年 金花园书中的唐傲林志阳和多久公 四处周游列国 等待层层考验 其中最危险可怕的就是变形异兽 有一回经过图满蚕丝的树林 林志阳一看到桑树上的残女 惊为天人 口出狂言 说要抓回来当小老婆 完全没想到 看似温柔可人的残女 竟是蛇蝎心肠 她会吐丝 这种女个性非常的淫荡 她的生活的目的 就是要寻找那个男人 跟她发生关系 可是她的目的 就是要吸取男人的精气 其实残女这种怪物的形象暗示 不丑妇道的女性 迎乐为主要目标 那用昆虫的习性 来反射人性的摊影 幸好有多久公阻止 林志阳没有人才两师 只是外貌可以看穿 人心难以捉摸 有一日来到两面国 这里的人们头部披上一条布巾 待人和颜悦色 黯然可亲 但只要对方没有半点利用价值 便脖子一转 露出鼠眼鹰鼻 满脸横肉的喷出毒气 而变脸的秘密 就藏在这块布里 面人其实就是非常邪恶的事 可是他又披了一个叫浩然精 因为浩然是浩然正气 可是想要用这个浩然的名义 譬如说 maybe是满口仁义道的 可是要掩饰你这个作恶多端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古代作品竟能写出变形人种 靖花园堪称是东方版的格列佛游记 连鱼类仿佛都有超能力一般 不只会发出狗叫声 鱼网内传来凄惨的婴儿哭喊 走进一桥才发现不得了 上半身是女人 下半身是鱼尾巴 腹部长出四只脚 这不就是东方美人鱼吗 中国的人鱼很少是美人鱼 很少 我们所知道美人鱼是在海中 我刚刚提到了 我们这个人鱼大部分是在河里面的 那么像这样子的想象 也没有真实的依据 比如说就是娃娃鱼 身体非常光滑 甚至说有黏液 简直是有点像青蛙的脚那样子 它是可以爬行的 细细的刻画人鱼世界 作者李汝珍并非凭空想象 《先情古书山海经》当中 记录着十多种变形人鱼 上千种奇珍异寿 也参考华南子 博物志等书籍 只是进花园里的人鱼特别幸运 被唐敖买下放生 反观清朝野史太平广迹中的人鱼 下场却如此凄惨 我要记住 我不是说 如果去以前的父母 我就下海捕鱼 怎么知道 整体去被他捕鱼 根据太平广迹的记载 其实这些人鱼啊 身长大概五尺到六尺 四肢五官跟人类几乎是一样的 唯一比较奇怪是 它的毛大概有六七公分 在东南沿海很多渔民 娶不到老婆 所以在海中如果捕到这种鱼 会把它带回家来养在池子里 然后跟它生小孩 它所有的一切都跟人类一样 被人类利用的 还有一种叫果然的怪兽 模样壮似白圆 头上顶着高高的白色毛发 身长两尺性情温和 果然看到同类有难会挺身而出 却因此被有心的猎人当成诱饵 它是一个非常有中意义人 通常猎人要补它的时候 就拿一个死的同伴 就死了果然这个动物 它一看它的同伴的时候就会哭 而且不离不弃地守护它 然后就乖乖就被抓了就对 它写那个动物的不离不弃 其实逢次人事实上是有离又有弃 果然这个白圆其实在唐代的古江种 白圆传里面也有白圆 不过那个白圆是一个会结妇女的一个金怪 其实这个故事是在讽刺欧阳荀 欧阳荀是一个书法家 那他讽刺欧阳荀的长相像一只猕猴 就杜撰了欧阳荀是这个白圆的后代 为了解救无辜动物以及受害的百花仙子 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有超能力 唐欧找到一种仙丹 生长在悬崖峭壁或是丛林中 这种特殊仙草称作镊空草 可以让身体瞬间产生变化 咬下一口就能身清如燕 连服药都有特殊方法 那它的叶子就像松树一样 那叶子上就会长出一子 大如芥草芥 那放在长中你只要吹一口气 那个整个草呢 它就会从那个子里面 长出一根青草出来 那它的形状就像松树一样 松叶一样长约一尺 你如果再吹它就又长一尺 一直吹它就一直长大 那这样子要吹三口气呢 它就会长三尺 那你只要服用这个 长三尺长的这个草呢 吃了下去呢 它就整个人会窜离地面五六丈 就整个飞了出去 悬在高空而不坠 这棵树上本来长有一个果子 你可知道现在往哪里去了 这个 是这样的 这位小山姑娘种的毒伤 生命围在淡性 我看见这个果子 长得像鲜果一样 所以就摘了下来 希望可以治好小山身上的毒伤 就是这样 刚才就给小山吃了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鲜果吗 是百年才成熟 早一天不能食用 晚一天就落地 月初就融化的曼陀螺 曼陀螺是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 至于想脱胎换骨得到成仙 也并非难事 据说只要到山林中寻找肉汁 这种草药壮丝相当特殊 像是驰骋马车的七三小人 另外还有一种神奇的米 传说只要吃下一粒 一整年都不用挨饿 比如说像是有清肠稻 这个稻米它的大小 大概就像是保龄球这么大 而且煮食之后 会大到像是冬瓜那么大 然后吃一颗米就可以一年不会饿 有趣的是 多久公还把这个说法说成是 为什么现在人用米来当做这个剂量单位 长度单位 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可以长到这么长的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说 上海经应该是一本乌书 就乌斯所用的 它这种医药的色彩非常浓厚 比如说你吃的不会长青春豆 你吃的不会忘记 你吃的不会怕打雷 像这一类的东西 或说有点像征兆 看到什么东西飞出来了 这个时候天下会发大水 这类的其实就有强烈的那种乌的性质 你这东西对证真的有用吗 皇上 这紫盒车乃起自当成人形的婴儿 连孕妇的胎盘衣起 配以十种珍贵密钥炼制而成 紫盒车摄取胎儿之精华 日服一血便可驱除百病 容颜不老 青春常住 修炼之人若无此道 更能白日飞升 长生不死 李鲁针的文学思考也加入传统思维 中国人相信大耳垂代表长寿 所以书中有了聂尔国 耳垂越长越是长命百寿 善用奇人意识道尽讽刺 如果说山海经是一本神话名著 那静华源就是继承脉络 用更通俗的生动语言 带大家进入山海经的奇幻世界 金华源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这本书写成于乾隆时代 是清朝国力最强盛的时候 不过里头写到 大人国每个人的衣着光线亮丽 却是各怀鬼胎 还有劳民国人人脸色如墨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像是不停地在操劳工作 停不下来 仔细想想 这不就是在说一个M型化的社会吗 贫富不均的现象 现在读起来 我们的社会仍然有很多的观点 是可以印证的 而作者李汝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如此的见多识广 写书是不是有什么不土不快的委屈呢 我们休息下来看看他的奇人奇事